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鸡油菌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和维生素 并且有青木 沥肺 异常味的功效 经常使用可以预防视力失常 呼吸道及消化道感染 鸡油菌炒梅头肉片非常好吃 美味 鸡油菌味道鲜美 肉有嫩 那梅头肉片更是滑嫩 鲜味十足 所以这是一道美味营养又健康的送饭菜 不容错过哦 好 我们一起来做吧 首先来看一下所需要的食材 我们需要黄色 新鲜野生 鸡油菌 梅头肉 还有姜 猪肉的腌料呢 我们需要新鲜的蚝油 低盐生抽 黄砂糖 白胡椒粉 麻油 鹰素粉 以及料酒 好 那鸡油菌它有三种颜色 这种紫色比较贵一些 有人说紫色鸡油菌吃起来可能口感更滑嫩一些 今天我们用白色的鸡油菌来做菜 黄色的鸡油菌就比较普通了 那这些白色的还有紫色的鸡油菌做菜 那迟一些呢 我还会用白色和紫色的鸡油菌来做菜 然后呢 会告诉大家哪一种更好吃 这里温馨提示 如果没有新鲜的鸡油菌 也可以改用干的鸡油菌 清洗之后呢 用清水盖过它的表面 在室内呢 浸泡过夜 直到泡软为止再清洗干净 然后煮的时候呢 煮到软烂就可以来炒了 那我们首先呀 要把这个鸡油菌处理干净 我们用这种胶的这种小刷子的把它扫一下 表面的污污 松针 还有部分污泥 把它清扫下去 尽量不要讲菌呢 浸入清水清洗 否则这菌会吸收较多的水分 这样味道香气就会失去很多 然后我们要用小刀 将这个菌的角的这个深褐色的东西呢 把它切走 西油菌呢 你用就是刷子给它刷干净哈 这个菌部底部也都去掉了 你看这上面还有一些污渍 那怎么办呀 我们就用湿的这个厨房纸 给它擦一下 擦干净就行了 里里外外擦一擦 然后边上还用厨房纸 都给它擦干净就可以了 如果有需要呢 你看菌群中间也可以打开 给它撕开 然后擦一擦 尽量不要有污渍污泥之类的哈 鸡油菌呢 我们把它擦干净了以后 我们就把它撕成小块 哇 撕的时候都闻到鸡油菌的清香 非常的好闻 好 这样所有的鸡油菌呢 都这样撕开了 放在一边备用就好了 眉头猪肉呀 我们把它清洗干净了以后 就切成薄片 大概四分之一寸厚就可以了 所有的猪肉呢 我们都切成片 然后我们腌制一下 放到这个盆里边 然后加入一茶匙的鲜利蚝油 再加入一茶匙的低盐生抽 三分之二茶匙的黄砂糖 和二分之一茶匙的白胡椒粉 一茶匙的麻油 我们将肉片呢 给它们腌制一下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了 我们就加入一茶匙的樱素粉 然后继续搅拌 腌肉大概五到十分钟吧 如果可以的话 你也多腌一会儿也是可以的 三十分钟 可能会更入味儿啊 这时候我们烧个平底锅 开始炒肉片 大火呢 给它烧热了以后 我们加入一勺半的油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姜啊 给它炒香 大概炒个半分钟左右 一分钟 这样这个姜啊 给它炒香了以后 剥到一边 我们就把这个梅头猪肉呢 下进去 猪肉片下进去以后 把它打散 铺到这个锅底部哈 这样呢 就能够煎出香味儿来 给它煎出香味儿也煎熟了 大概煎一分半钟 我们把它翻个面儿 这样每一面呢 都能给它煎香 每面呢 就各煎了一分半到两分钟 然后我们将这个肉片和这个姜末啊 给它混合均匀 给它炒一下 好啦 这时候我们加入一勺料酒哈 料酒加上去以后呢 我们再翻炒一下 然后加入三汤匙的水 加上盖 给它转成中火 煮上一分或两分钟 因为水很快蒸发了哈 我们再加入点水 然后给它搅拌一下 加上盖 转成中火 一共煮了两分钟 豆片已经熟了 熟了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鸡油菌呢 加进去 我们把它搅拌均匀 在汤汁里面煮一煮 煮一煮 转成大火哈 给它翻炒一下 鸡油菌呢 干了以后 它就会吸收到肉汁了 然后呢 也就开始变软了 那肉汁吸到这个鸡油菌中啊 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 炒了两分钟以后 我们加上盖 转成中火 再煮上两分钟 炒了两分钟 加上盖呢 我们又煮了两分钟哈 这是我们大概用的时间 然后用中火又煮了一分半钟 这时候你看鸡油菌就已经变细了 那因为鸡油菌呢 它也会释放出水分 所以你看这酱汁它也没少 你加上盖 再给它煮一下 再煮一分半钟 让它收受汁 加入鸡油菌后呢 我们一共是煮了五分钟 好 翻炒一下 使所有的材料呢 都能够均匀的瘦润 这时候你试一下味儿 看看咸淡怎么样哈 味道非常的鲜美哦 真是鲜味十足 好啦 关火就可以上碟享用咯 我们来看这道美味的野生鸡油菌炒煤头肉片就做好了 那鸡油菌呢 香鲜软烂 肉片呢 又滑嫩 鲜味十足 好吃极了 不但美味又营养健康 拌米饭吃 那简直是再好不过了 好了 那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 优势美食频道 希望您的大力支持 欢迎您订阅 点赞与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